對 打格鬥遊戲 對 打格鬥遊戲 OK 那我們就 稍微來聊一下就是比較 就是Hardcore一點 就是電子競技方面的一些問題 我一直很好奇想問小巷就是 格鬥遊戲的職業選手 是怎麼樣去算定義他 你格鬥遊戲的話 現階段應該普遍認為是說 你的收入 就是維持你生活的收入 是不是來自於打格鬥遊戲 想說你有個戰隊有 有薪水或者是 你打的獎金夠高 就是高到就是你可以完全 只靠獎金來過生活 我覺得是以這樣的方式來決定 你是不是一個職業選手 你沒有戰隊但是你有自己的個人贊助商 然後你的戰術商願意付錢給你 讓你去打比賽 代表他們去打比賽獲得 這些贊助商可以獲得曝光 你也可以是一個職業選手 所以他比較像是沒有一個 可能一個什麼證明或證書 他就是比較是我自己定義我自己這樣子 對 因為其實像我是 格鬥的系列 台灣第一個職業選手 就是那個時候我是有一個全職的工作 他公司付我薪水 我就是什麼都不做 我就只有打格鬥遊戲跟出國比賽 用這樣的方式來靈鋼錄 對 我們是圓錄 我是第一個贊助商是圓錄 很榮幸啊 就是他是台灣的公司嘛 所以那當初是怎麼樣有這個機緣條 其實也是真的很 都是運氣啊 真的是緣分 因為我那個時候 剛從台中搬到台北 朋友推薦我就是開始做職業 那時候我用的是圓鋼的產品 擷取卡 那他剛好出了一些狀況 我們就寫信去給圓鋼公司 然後講說這個狀況之後 他們很好奇 我們拿來打格鬥遊戲什麼狀況 所以他們居然派了一組人跑到我家來 大概五六個人吧 來問我說各式各樣就是 使用那個東西的想法 情境啊 為什麼要用那個東西 然後那個有一個大主管 他剛好也來的時候 他就問我一些東西 他就開始對我的故事很有興趣 那個時候你是已經小有名氣了 對 因為我那個時候是 我是2011年 10年去美國EVO比賽 然後打贏Justine1 然後一戰成名 就是突然 就是全球知名 在格鬥戲圈裡面 然後 同一年我就飛了法國澳洲 然後都拿到比賽的冠軍這樣子 就是那個時候已經出名了 可是 出名之後 他並沒有為我帶來太多的財富 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所謂職業選手概念 至少在台灣是沒有的 我還是一個在飯店業工作的上班族 那我就是 一邊工作一邊打比賽 就是這樣子 那我也覺得好像這是很理所當然 那直到元剛他們來我家 然後他那個主管聽我的故事之後 他們就覺得好 他們想要做遊戲市場 他們需要一個切入點 他們想要跨足這個遊戲產業的話 還需要一個美景 他們就覺得說那 剛好GamerB是一個媒介 然後就在台灣 他們就找我進他們公司 我就做一個全職格鬥 職業選手 那真的很酷耶 也是從一個客宿變成一個贊助商 對 你是一個社畜 不是我說客宿 客宿 客宿 沒有我是從一個社畜 社畜變成 我沒有搶 我沒有搶 不要再攻擊我 沒有沒有真的以前 因為我非常能夠體會以前一邊打 一邊上班一邊比賽的日子 那個其實是很辛苦的 因為你 像我是服務業 服務業其實一個月假很少 我一個月只有四天假 我四天假全部都要拿來比賽 我沒有休息時間 我曾經為了要把假機的去出國比賽 我是連續上了大概四十幾天沒休息 就是那種 那樣的生活 有些人可以想一下一下 想像你現在如果問你 能不能講出你 目前為止生涯中最印象深刻的一場比賽 你講得出的嗎 就那個對決 其實這真的很難 印象最深刻的話 我覺得要嘛就是2015年跟某某七打 輸掉了 或者是說2010年打人家什麼 因為一個是2011年是我變成全球知名 然後踏上職業選手的一個氣息 然後2015年是我最離EBO冠軍最接近的一次 所以這兩場對我來講是 意義的很深遠 然後兩場都是很戲劇化 他也為我的Gamerbeat這個名號 帶來很多幫助 這個知名度你有沒有曾經覺得他有 給你帶來某方面的責任感 他會不會有這種奇怪的壓力 好像覺得你是代表性人物或是什麼 那你是不是有義務要去做 為這個社群做更多事 我要決定要做這件事情去幫助其他人 這件事情是發自自己內心的 這不是任何人的義務 但我有沒有做 我的確有做 我之所以能夠走這麼遠 其實是當初台灣的快打旋風社群 給我很多幫助 他們曾經幫我抽禮費 他們曾經給我一些資金 讓我去做在海外比賽的時候可以做 這可能不好 現在講也沒關係 反正在2010年我第一次去美國EBO比賽的時候 因為他們 拉斯維加斯可以賭博 是不是合法的 所以他們會有所謂的money match money match是我跟你打 但我賭錢 然後贏了就賭到錢 對 但是在拉斯維加斯是合法 我要先 我要強調 拉斯維加斯是合法的好不好 好 然後第一年去的時候 因為我是上班族啊 我已經花了我絕大多數的旅費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有一個 台灣社群喔 好人 他給了我好像是2000塊美金 他說這個錢呢 你就拿去打money match 然後 輸了 不用還他沒關係 贏了 還他一模一樣的數據就好 就是多的就算我 就看你們 就輸了 輸了算我的 贏了你拿去 這種感覺你知道嗎 他對我真的很好 我記得我賺了大概 大概剛好也是 差不多2000塊美金左右的 就是贏了 對翻倍的這樣子 所以我就把那筆錢 當然就還給他 這個故事也很好玩 就是他們EBO你要想想看 幾千人在參賽 是不是有很多輸了 你會不高興 就沒事做了 一由未盡 所以他們就有一個 有一些 玩家他們租了一間 可能就是總統套房 然後裡面就擺很多機台 然後每個人只要付100塊美金 可以參加 所以這也是社群自己搞起來的 對然後 他們贏的人 前三名可以把這個比賽的獎金池拿走 我就是打那個 然後拿到冠軍 所以我就好像 我一個人就拿一千 一千三 一千五 一千六吧 然後再加上很多人跟我挑戰 那個一挑戰都是 搶五 一百塊美金這樣在打 你就是來這樣 這樣算一算 好像贏不只兩千 我其實是好像贏蠻多的 對那個 那一次 但是後來 大家開始漸漸不這麼做 那這是題外話 反正就是說 因為我 要講到責任感 責任感就是 當我覺得社群為我做很多事情 我也希望可以為社群做一些事情 所以才會開始辦一些 週聚會 然後辦像是鬥鬼 或Beep Pro Cup這樣的盛事 這個東西完全是為了賺錢 或者是說完全是為了 某些利益去做 絕對不是 因為它根本不是一個 好的投資啊 但是它能不能滿足我 就是對於社群的責任感 責任性 能不能滿足我一些自己 個人想要成就的事情 我覺得是有的 所以我才要做 責任感這個東西 壓力很大 真的 因為老實說你要 很多時候要扛一個社群的未來啊 其實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你要做 也是要付出很多犧牲 而且更糟糕的是 你要拖很多人下水 這個東西不是你一個人想做 就是只有你一個人倒霉 你要拖很多人跟你一起倒霉 還有人情在的部分 對 還有人情在的部分 所以說 像Beep Pro Cup這樣子 一年台灣的格鬥系盛事 其實 它的成立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我們要靠很多很多人的幫忙 很多很多的資源 然後 才可以給台灣選手 打造一個 很好的環境 說到底就是說 像Kagami他能夠 去年能夠拿到世界冠軍 其實我認為 當年我們還在辦那個鬥魂的時候 對他有很大的傷心 因為 那個時候是他還沒出過國 但是他已經在台灣打贏 直接選手 他因為有這樣子的成績 幫助他在建立的信心 跟讓他能夠繼續走下去 甚至有這個機會 跟他們在比賽中運動 對 所以我覺得 我們現在往回看 會發現做這些賽事 的確幫助很多人 他是值得 對 只是他很辛苦 然後他要 他也不是賺錢這樣 我很好奇 就是格鬥遊戲 你實體打的時候 大概就是這個距離 對啊 甚至在擠一點 都不會覺得很可怕 尤其是 或是甚至是 你有去打那種Money Rush 可怕 就是好奇 就是好奇 所以你才能練 我是從這樣的環境開始 首先講 以前是接機在 我是接機廳的 所以我 沒有接機廳最早 他不是對面的 是在旁邊 有在旁邊 然後 我小學大概四五年級 就因為打嗝東西被人家打過 真的假的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這 一點都不可怕啦 最可怕的時期已經經過了 但是我知道對現在的某些 玩家來講 他們可能比較不習慣 因為他們可能是從 家裡線上開始的 他還不習慣旁邊坐個人 然後旁邊一大堆圍著看 或是很吵鬧 就是很多分心的事情 很熱啊很冷啊 各式各樣的都有可能 我可以理解這個 不是很舒適的環境 可是這個其實是 比賽的一個部分 如何備賽 也是選手的責任 我必須說是這樣啦 那恐怖不恐怖 這個東西 我會說 網路很發達 其實你不太能夠做什麼 預舉的事情 因為大家都在拍 手機到處都是 我其實反而到現在 我很少看到就是 因為格鬥的戲 有什麼暴力事件 或者是 不愉快的事件 很少 那你覺得可怕是什麼 就是旁邊做了一個憤怒值很高的人 就是感覺 可是他沒有做 他其實憤怒他沒有發洩在你身上 你有看到什麼是 你就直接揮過去 倒是沒有 沒有嗎 對 其實是沒有 憤怒值是有 就是沒有人喜歡輸 特別是 勝負欲很強的人 他當然不喜歡輸啊 那憤怒是在的 那他怎麼發現 他可能摔他自己的手把 的確啦 這樣的行為 可能對於某些人 在某些人的眼中 當然還是不好的 可是 這就是他發洩的方式 也有可能他咆哮 對不對 或垂桌子 但他沒有 破壞其他的東西 我覺得這樣已經算是很合理了 我便要站在某一種 就是同理心上面去看 就是說 他如果真的那麼想 他輸了當下 他那個 他那個 悔恨和不甘心 是不是也很高 想像是一個人很好的人 就真的好理性 跟好多 為對方著想 我老啊 我都45歲了 我當然會有很多人生經歷 好像也 而且我是 在這個圈子裡面混最久 台灣 我一定是最久的 好我算二代開始好了 從1989打到現在也是 35年的時間 比你還大了吧 對 也比你 兩位都還大了吧 對不對 我打格鬥戲的時間 比你還要大 那你想想看 我是不是有 很多很多很多經歷跟經驗 我就 看淡了 看淡了 一定會看淡的